男人 难听的话就别 魂轩 这 这 这这这 大早官场看不了这些 闭一闭吧 别打了 孩子 那么 你就承认个错吧 你学没错 没错 来 父亲 打到他承认错为止 打 这公子不让打扰您呢 早干什么 这不早等您呢吗 公子还说要等 宴会结束再叫您呢 我 殿下 殿下 他们不让进 让开 破门 走 老爷 老爷 不好了 公主打进来了 好 寻传 驸马跪着做什么 还不扶驸马起来 是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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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扶着 今日当着陪是列祖列宗 本宫有些难听的话 必须要说 殿下 难听的话就别 哎 本宫出去吃顿饭的功夫 你们便把本宫的驸马骗过来教训 他再怎么样也是当朝驸马 皇亲国戚 你们如此羞辱他 致天家颜面于何在 今日谁人懂得手 谁人下的令 通通给本宫滚出来 啊 殿下 您护肤心气 老臣明白 可文轩 毕竟是我裴家之人 我大夏 没有当了驸马 就离了宗祖的道理 今日之事 那我裴家家世 还望殿下体谅 体谅 我体谅什么 体谅你们如何忘恩负义 蜀目寸光 今日你们为何叫他来 本宫心里清楚得很 你们是不是觉得 今日打了他 就算给其他世家一个交代 也给本宫一个警告 让我不要建立督察司 不要多管闲事 你们是不是还觉得 你们裴家乃朝中新贵 裴李贤护不使了 裴李明行不使了 还有其他子弟若干 遍布朝堂 你们就同其他世家一样了 他们要你们找本宫麻烦 你们迫不及待地当刀 不如本宫提醒你们一下吧 你裴氏 乃卢州寒族出身 此代之前 最高官位不过五品 是裴文轩的父亲裴李芝 带着你们族人 从卢州到华京 从寒族到新贵 如今裴李芝才去了多久 你们便如此气他孤儿寡 殿下 此话 是不是过来啊 过来 裴文轩乃推举首选 以他的实力 早该坐在有实权的位置上 如今若不是娶了我 还在当个连狱族都不如的芝麻小官 你们呢 也就拿个什么大族子弟需要历练的借口 骗骗温室吧 他病了 你们拦着不让人去看 他出门交际需要银钱 你们处处组 如今他在朝堂之上 靠着自己 想要给自己拼一条活路 你们还是如此这般 你们当他眼瞎 当本宫眼瞎吗 当本宫眼瞎吗 督察司 是本宫的事 也是陛下的事 你们今日就算打死他 陛下也好 本宫也罢 绝不会停手 你们也记好了 你们陪试试如何上来的 别在高处待久了 就忘了来时的路 殿下 虽说您贵为公主 但毕竟是晚辈 今日在我陪家的祠堂 您如此无礼 微臣不知这事 是不是应该让陛下知道啊 谁动了手 荀川 在 把他手端了 是 万万不可呀 不可 那我再最后说一遍 裴文轩 乃本宫驸马 本宫的人 你们裴家若是不喜欢他 就痛快点 将他逐出族谱 本宫陪他另立门户 若你们还想留他 那今日以后 你们如何敬本宫 便要如何敬他 至于温室 如果你还是学不会 如何和自己的孩子相处 不知怎么在意他 保护他 那你便在你的佛堂里 痴斋念佛 祭奠你丈夫一辈子 裴文轩已经有了新家 他有人管也有人爱 如果你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 还请你不要给他找麻烦 他容得下 本宫容不下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吗 他们回家 来 看慢点 群川 断手 是